大家好,我是陈波,欢迎收看本套视频课程 在这一套课程里面,我们将会学习到混合以及深度的相关的知识点 我原本是准备将这两个知识点放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来讲解 但是后面我又仔细想了一下 放在前面来讲解,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因此我将这两个知识点单独作为一个课程来讲解 这两个知识点都是建立在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课程内容之上 所以大家要需要先学习前面的课程的内容 当我们将这一门课程学习完之后 大家就会理解3D渲染的基本的流程 以及原理 那么这门课程学习完之后 其实整个3D的最基本的渲染的流程以及原理 大概就讲完了 这一套课程主要是以理论为主 我们只会编写少量的代码 这套课程讲解的这两个知识点本质上很简单 大家一定要掌握 因为无论大家是想进入3D底层的开发 还是只是想了解3D底层 这两个知识点对于大家以后的开发 帮助都特别大 因为我发现有很大一部分 在开发当中遇到的困难 都是这两个东西造成的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废话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套课程 所需要学习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先学习深度的概念 深度测试 以及深度测试的参数 或者说是算法 当我们了解了深度相关的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着来学习混合相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会学习混合的概念 混合的方程 方程中用到的一些系数 学习完之后 我们就会在OpenZo中 来学习如何启用混合 改变混合的方程中的系数 等等一些操作 然后我们就会来学习 混合常用的一些例子 最后我们就会来学习 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个知识点是偶尔的 但是跟深度和混合有一点点关系 那就是裁减像素 然后以及裁减像素的一些应用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学习 深度相关的内容 在学习深度之前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 我们为何要学习深度 为何有深度这个东西 大家回想一下 在第二套课程里面 我们就知道 虚理3D世界中有几个特性 其中有一个特性就是 前面的物体会挡住后面的物体 我们望向窗户外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只能够看到眼前的建筑物 但是这个建筑物的后面是什么建筑物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看不到的 即使是眼前的这个建筑物 我们也只能够看到表面 也就是说大家的眼睛是没有透视功能的 在这里我们就不追究我们的视觉系统 是如何做到这个效果的 我们现在要来想一下 我们要如何在计算机里面来模拟这个效果 现在我们知道 在同一水平线上 近处的能够被我们看到 远处的是看不到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值 来表示物体的远近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值 来判断这个物体 离我们近还是离我们远 然后我们再一次望向窗户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眼前的建筑物 会挡住其他建筑物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够使用一个值 来表示物体的远近 如果我们使用一个值 来表示物体的远近 那么这个物体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被挡住不显示 要么不被挡住完全显示 无法做到一部分被挡住 一部分不被挡住 因此我们就需要多个值 来描述物体的深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多个值 来控制物体 哪一部分被挡住 哪一部分不被挡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计算机中模拟的3D的显示的对象 大家就会发现最终我们是将3D投影到2D的屏幕上面 也就是说最终我们用到的其实是个2D的屏幕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虽然是3D 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屏幕是2D的 因此我们还需要用多个值来描述我们2D屏幕当中 每一个当前像素的深度 因为我们的物体最终都会被投影到我们的2D屏幕 也就是无论这个物体有多么的复杂 最终都会投影映射到2D屏幕当中的每一个像素点上 在决定这个物体的每一个像素点是否能够被保留的条件 就是需要判断这个像素点的深度 是不是比当前的这个像素点的深度大还是小 因此我们还需要保存我们后台缓冲区已经写入的像素的深度值 后台缓冲区我们在第二条课程里面讲过 那么通过这些深度值 我们就可以模拟真实的3D世界当中 进出物体会挡住物体的效果 这一个也就是为何3D里面有深度的原因 到了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说 我们可以学习绘图的方式来模拟这个效果 比如我可以先绘制远处的这一个物体 比如这个方块 绘制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绘制这一个远处体 也就是近处的物体 这样我们绘制近处的物体的时候 它就会挡住远处的物体 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现在是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个圆柱体 和这一个方块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圆柱体离我们比较近 这一个方块离我们比较圆 然后现在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视野 也就是调整我们相机的角度 然后我们跑到这一个方块的后面来 在这一个角度下面 大家就会发现 原来远处的这一个方块 变成了近处的一个方块 那么原来近处的圆柱体 就变成了远处的圆柱体 这个也就意味着 随着我们视野发生了改变 模型相对于我们的视野 它的远近也会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就需要 在我们视野发生改变的时候 重新对这个模型进行排序 然后来确定它们的渲染的顺序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的模型会比较多 比较复杂 那么这样就会消耗大量的性能 在模型的排序的上面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它实际上是不能够被使用的 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我们详细地推导了投影的每一个步骤 其中有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投影之后 需要保存每一个顶点的深度值 我们保存的这个深度值 将会被GPU使用的 除了这一步需要我们参与之外 后面的所有的步骤 我们都是由GPU根据我们给定的条件 去自动完成的 但是我们参与的这一步 也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必须提供给GPU深度值 这样GPU才能够完成后续的一些操作 达到我们现在想要的这种效果 这个也就是为何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 推导投影的时候 一定会保存深度值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模型 在每一个顶点都有了深度值 然后经过GPU插值处理之后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模型 投影到2D屏幕上面 每一个像素点对应的深度值 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一个对象 来保存被写住到后台缓冲区 像素的深度值 那么深度缓冲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深度缓冲区它对应的后台缓冲区 假设我们后台缓冲区的分辨率 为1024x768 那么深度缓冲区就有1024x768个深度元素 跟它的每一个像素的元素一一对应起来 大家简单的可以理解为 后台缓冲区每一个像素点都有一个深度值 大家也可以把深度缓冲区 看成是一个二位数字 常见的深度缓冲区的值的范围 在0到1之间 其中0表示离相机最近的像素点 1表示离相机最远的像素点 我们现在就来画图描述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 假设我们的屏幕为普通的屏幕 分辨率为4x4 那么这一个假设是为我们的屏幕 那么它是一个4x4 我们假设一个格子代表了一个像素点 那么一个4x4的分辨率 我们就有16个像素点 假设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然后我们现在来绘制我们的深度缓冲区 好 假设左边这一个是我们的后台缓冲区 右边的是我们的深度缓冲区 其中一个格子就代表了一个像素点 那么这一个像素点 这一个像素点它对应的深度就是在这里 这一个像素点对应的深度就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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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屏幕有一张画布 这张画布保存了每一个像素点 在这个画布的后面还有一个二维数组 或者说其他的数据保存了每一个像素点 对应的深度的值 这样我们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当前的像素点的深度 以及我们正在绘制的像素点的深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比较 那么近的我们就会被保留 比较远的我们就不会被保留 这样我们得到的像素永远都是离我们最近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完成近处的模型 会挡住远处的模型的效果